大家都怕感冒啊 这个时候非常的敏感 尤其天气这么湿湿冷冷的 结果呢 看到马路上面有这一对这个母子啊 其实儿子才18岁 那么他呢 就要想要在这个入伍去当兵之前啊 完成骑着脚踏车环岛的梦想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骑单车 好了 小孩子要出门妈妈怎么办呢 没有拦他 妈妈决定呢 陪着他一起上路 儿子骑脚踏车 妈妈骑着摩托车跟在旁边 一路就在这个母爱相随啊 结果呢 昨天骑到了北部滨海公路啊 结果呢 骑到破练啦 是儿子的脚踏车爆胎了 所以呢 就跑到了这个警察局 去跟警察求助 警察看到昨天 哦 很冷耶 尤其是这个北海岸啊 这个低温特暴又下雨 真的觉得这个母爱 令人相当的动容 骑着脚踏车 儿子就即将完成 他的单车环岛翁 不过他的后方 还多了个小跟班 那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一手抚养他长大的妈妈 会担心他安全吗 但他会啊 对啊 骑摩托车 对啊 这我也没办法 怕自己的宝贝儿子 发生任何意外 妈妈骑着机车相陪 六号两人从桃园出发 即使寒流来袭 寒风刺骨 还下着大雨 两人却说什么 也要走下去 兴趣啊 兴趣啊 会不会很累 因为孩子要去完成 还要完成的吗 妈妈是怎样陪你啊 就一个机车 一个机家 骑到滨海公路的河美路段 遇上抱胎意外 两人也是新手牵着脚踏车 赴派出所请求帮忙 妈妈在这个机车 时间能够完成 在当天之前 帮他完成这个 繁导的一个事情 这个反正的繁导的性命 远景见摩执两人感情这么好 也甚受感动 替他们加油打气 收好车 他们还要继续 再上路 这是一张终身的鱼巾 台北报道